淡水警分局远景日前在巡逻发现了一名男子骑着一辆失窃的脏车 远景向前时已拦查 男子见状是立即的掉头逃逸 最后还汽车跳进了淡水河躲避追气 而在受不了低温冰冷河水自行上岸之后 也被远景当场逮捕 在这个月7号淡水警分局远景巡逻经过薛福路与淡水水源街一段时 发现有一名男子骑着是一辆在三重地区失窃的脏车 远景向前蓄意拦查 但是男子见状立即掉头往中正东路朝逐围方向来逃逸 而警方通报拦截围捕 但是男子却不顾用路人的安危 逆向折返朝淡水市区来逃逸 由公民街往淡水河边 最后汽车跳进淡水河躲避追气 本所巡逻远景在本月的7日大概凌晨0时20分许 经过薛福路跟水源街一段 那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男子 他骑着机车行机可疑 经查询该车是本月5 也是在12月5日在三重地区失窃的车辆 那我们远景随即驱选失忆燃停 那该名男子见状之后立即掉头逃逸 那我们一路跟尖尾水并通报拦截尾部 那最后汽车发现前方有远景男查 就不顾用路人的安全 逆向折返朝淡水市区 由公民街往淡水河岸逃逸 警方表示这名47岁的胡姓男子 有窃盗毒品前科 在跳入淡水河之后 受不了低温冰冷的河水自行上岸 被远景当场逮捕 通知也查出他是列馆的毒品人口 最后因为那个道路尽头设有那个水泥石柱 机车无法通行 所以汽车往淡水河岸逃逸 那警方在淡水河也按步道跟捷律站周边 寻找了快一个小时 那还是没有找到犯写 那因为我在凌晨1时45分的时候 警方表示胡姓男子涉嫌利用自制的万用药区 在三重地区窃取机车 夜间在淡水市区骑乘脏车时 遭到眼尖远警发现要拦查 又不顾其他的用路人安危 逆向骑车 抛给警察追相当危险 而警方在逮捕他之后 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许端一 淡水河报道